你不是明天在横班吗 我赶签了 妈 你怎么还没去上班啊 我这下午才去 上午妈让我给孩子买点东西 最近跟孩子处得不错 还行 儿子管我叫爸爸了 祝贺你啊 到底是自个儿子 这血缘这东西太奇妙了 走 咱上楼 来 没太过好玩吧 你准备让孩子住过来了 都在这儿住了两天了 余晓强同意吗 他都没同意 他爸同意了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想过呀 我觉得这不应该有什么问题吧 当初抚养权的事 也不是也没意见吗 两码事 现在你要他进来跟我们睡在一起 那我们二人世界的时间 就越来越少了 你看 毛毛一星期只来咱们家一天 就在这儿睡一晚上 其余的六天 咱俩还都是二人世界啊 可是他睡在我旁边我受不了 有什么受不了的 你说孩子来了 我得跟他亲近亲近啊 那行 他可以来住 但就是不能住在这间房间里 那你让他睡哪儿去 家里这么多房间随便他睡哪儿 他这么小你让他一个人睡在客房 那让他跟妈住 跟妈住 妈那么大年纪了 本来睡眠就不好 他们俩睡一块我能放心吗 那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 这样可以吧 以后你儿子来了 我去睡客房行吗 来馨 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 你说这么点事你至于吗 我至于吗 我旅游提前一天回来 你问过我为什么吗 我这鲜膽在外边吃得好不好 住得好不好 有什么问题你问过我吗 打我一进门你就 孩子长 孩子短 孩子长 孩子短的 你想生骨肉亲情的同时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好 对不起 我疏忽了这一天 我先给你道个歉 以后我注意 好吧 你注意 一个星期从周一到周五 你天天加班 应酬 好不容易周六周日 你又把孩子弄回来了 我问你 我们有几天能生孩子了 老刘 我和你不一样 你有你自己的孩子了 我也想有我自己的孩子 你理解吗 我理解 我理解 我们不是也一直在 努力地生孩子吗 你说你怀不上孕 是不是 你说心里紧张 想放松一下 出国旅游 我不是也给你钱 支持你吗 对不对 我那是旅游吗 我是被你们逼的 我是逃避 你不明白吗 我回来了 孩子也来了 床也来了 你不觉得你们欺人太甚了吗 你不觉得你跟一个孩子 斤斤计较吗 我斤斤计较 你是这么认为的 是吗 是的 我问你 我还有什么可斤斤计较的 我都没有说 陆主管 陆主管 休假结束了 结束了 休假前也没能向您道歉 今天我为我丈夫那天的行为 正式向您道歉,对不起 过去了,我不介意 其实我也有错 是我记录他 当姐的丈夫的面 还有说喜欢你 爱之后是难免的 可真的打起价 女丈夫未必是我的对手 我学过台前道了 真的? 真的 一般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可我偏偏对你丈夫手下留情 你记得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想你与小强的老公 给我打残废了 打残废了,你怎么办 喜欢一个人就希望他好 想他开心,想他幸福 高高兴兴的 所以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 打碍到你和你的家庭 我现在就收回对你的喜欢 收回对保家明的妒忌 我衷心地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我衷心地跟你说一句 谢谢你,弗兰克 谢谢什么 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当然会是了 而且还是好朋友 我们还有一期工作的 我还要跟你说一句 谢谢你,弗兰克 那我也不打扰你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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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 谢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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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